曾识君师父 被后人称为暴君的隋阳帝 在位期间也做了很多为国为民的大事 看来想要真正认识一个人确实很难 隋阳帝阳广 虽被历史描绘为暴君 但他为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 也是毋庸置疑的 隋莫农民起义的礼祕 在戏文中痛斥隋阳帝最幸滔天 但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 他其实是个更为复杂的人物 年轻时的阳广仪表堂堂 智慧过人堪称一代英才 身为隋文帝的辞子 他自小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深受父母喜爱 年仅13岁的他便被封为晋王 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 年轻的杨广担任统帅 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 他攻下陈朝都城健康 俘虏了陈后竹 为隋朝的统一大业立下赫赫战功 此后 他又突厥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 保护了隋朝北方边境 年轻时的杨广琪成就与表现 丝毫不逊色于后来的李世民 他的功绩得到魏征等人的